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政府原定2030年开始 全面禁止销售汽油车、柴油车和家用取暖热水炉 但是为了减轻英国家庭所面对的经济成本负担 政府决定调整英国净铃排放战略 将这项净铃要求推迟到2035年 英国首相苏纳克不认同他们是在推迟改革 反而是继续致力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 虽然淘汰燃油汽车是英国减碳路线当中重要一步 但是由于目前的进度已经领先其他先进国 因此可以暂缓政策